問問幾位 今天來迪士尼出席活動 會否很開心 平時自己有很多來迪士尼 我自己從小到大沒有來迪士尼樂園玩 我來過幾次都是因為工作 但每次進來工作都很開心 找回童真 我這個人是沒有什麼童真 以前小時候 各位小朋友玩的遊戲 看卡通片 我都是沒有看的 所以很開心 每次進來都很開心 阿Lo呢? 我自己進去迪士尼是很開心的 因為迪士尼等於我的童年回憶 我以前經常跟家人去香港迪士尼 或者其他國家迪士尼 這個是我們很恆常的家庭活動 現在已經市隔多年了 我已經沒有再有這個活動了 所以接下來 爸爸媽媽也有要求 很想不如我們一家四口去 可不可以帶到Amber 一起進去迪士尼過一晚 那我說 安排一下我盡力吧 我小時候都喜歡去迪士尼的 因為迪士尼的機動遊戲 對我來說比較輕鬆一點 沒有太刺激 太刺激就玩不到 所以 你又玩得很厲害 我不行的 不行的 所以都喜歡來的 還有 西九會跟阿妹一起來 很開心 那你們三位是誰同聚同聚呢 就這樣聽 應該是Anson Lo 是 相對的 是 問一下幾位吧 接下來西九個音樂節準備成怎樣 西九個音樂節呢 我自己就做了Band Rehearsal 但就未去現場踩台的 那都有這幾天 保持著跟Band Leader有搖距 討論一些arrangement 因為拍劇這陣子 就可能難些遷就到那個schedule 去很多的彩排 那但是明早都會去踩台的 那明晚就 good show 大家 如火如荼呢 對啦 我也是練過一次Band Rehearsal 然後上兩個星期在日本 我就跟Terry他不斷改過arrangement 還有自己在日本 我很努力地練習唱歌 還有就是go through some steps 因為我下一次 Dance Rehearsal 就應該是明天了 所以都想 抽多點時間 自己可能在free time的時候 自己run through 一些Dance Break 很久沒唱過的Eagle 那些就會很多時候不記得 我就昨天踩台了 所以今晚都繼續努力準備 明天希望可以帶一個好的表給大家 打不打心想吃的明天 打不打心想吃的明天 最好不好 對啦 最好不好 但是也沒有辦法 控制不了 拿著發射 上次AK做 對我看到 那時候是流電的 我聽不懂 那個演技 太大了 很大 很大 是流電的 哇 哇 那要小心一點 希望天氣好 因為我自己本人很期待 很久沒有唱歌給大家聽 那希望所有東西純順利利 沒錯 對啦 很久沒有表演啦 不要漏電啦 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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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 又可以見到大家 還有好像很久沒有表演 因為我們三個都是 我想這幾個月都是演戲巨多 所以好像很久沒有在台上 唱歌跳舞給大家看 阿都 你在日本拍攝那裡 信不信你 是不是都很辛苦 很多時間睡覺 日本其實反而 在香港睡得多 是呀 因為我們日本很多場口 我都是在要拍夜晚 要拍夜晚班 所以日本平均 日本平均的睡眠時間都 六個小時 OK的 六個小時左右 是呀 但可能香港是四個小時左右 所以我們有兩個小時的improvement 現在其實挺好的 是呀 因為我有一次 我開工之前 那我就去了那裡是 我猜是攝谷 應該是攝谷 Shibuya Shibuya 就去了打卡 因為剛巧他們有一群神徒 就在打卡 所以就跟大家一起說 hi 然後大家一起做一下 money challenge 很好玩的 還有他們很激動 可能因為他們 未去過香港 所以他們就 有幾個就哭 就很尷尬 但是我很想安撫他們 叫他們不要哭 但是我又不懂得說日文 然後就 Don't cry Don't cry Don't cry 因為我說Don't cry 因為我說Don't cry 他們又好像不太聽得明白 那我就 Dame,Dame,Dame Dame,Kry 就是盡量 但是好像大家的溝通都 不時太順利了 但是我覺得 看到大家都很開心的 真的 那小朋友很可愛 因為他很害羞 他不斷很想和我做個 money challenge 但是他一做那一刻 他又縮回了手 一做我縮回了手 然後最後他太害羞了 他就說 不如你幫我簽個命 那就算了 日本人來 你真的在當地開過 Fan meeting 哇,Fan meeting 我想如果真的要開Fan meeting 都應該在香港先開了 希望在香港會開到一個 順利成功 所有Fans都會有機會出席的Fan meeting 都最好 但是所有Fans都未必可以出席 一萬三千 哎呀,這件事我們都深感抱歉 但是我們有很多可能行政上 製作上 地方上的事情是有很多 有很多困難 還有我們很real地說 其實我們這個崗位 我們有很多事情 我們都不太知道 所以 我們做到的事情就是 我們向公司繼續反映一下 有這個現象 大家有些 可能Fans有這樣的想法和聲音 看看我會不會可以做adjustment 是的 你有沒有覺得票價或是 就是一個時間 好像都是 就是時間可以做到 怎麼做 永遠是沒有足夠這件事的 因為每次見Fans都 一定我很想跟他們說很多東西 他們會收 就是會收禮物 然後又會簽名 所以 沒有足夠這件事的 是的 所以很希望 盡量吧 盡量做 是的 會不會有機會 增加加多幾天 完全不能夠promise 這件事 也都不能讓我來promise 但是 我想的 是的 當然我真的想 是的 這段上 你有沒有想到 那個 市民遊辦 原生都大 你有沒有 可以結合 那個體育 是 剛才票價上 你覺得票價還不可以 這個價錢 480元 480元票價還不可以 價錢這些是 以我所知公司公司 就應該不會想用這個去 賺大家錢的 是的 所以 我相信 好像剛剛所說都是一些 有不同的成本 或者製作上的 需要 是的 需要處理 但我都希望以後可以 搞得更加大型的 更加好的 希望每一位都可以見到我們 可以有個時間 跟我們一起 聊聊天啊 我們去表演給你們看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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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我們 還是公司都好 每推出一樣 功能也好 一個活動也好 其實我們不會想 令到這件事衰 所以 但現在轉發 可能大家會 有不開心的感覺 所以 希望大家 再給我們多點耐性 可能 執行上 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學 可能在 Fan Club 這件事 我們還是一個 新人 有很多事情 都還在學習 我相信 剛剛說 你有沒有小朋友想辦 但是大家說 你很像 Edan 有 我在社交媒體 你發出來的時候 我看了 是 我覺得 最大原因是 因為他本身真的像我 真的嗎 也不關於 他本身真的像我 我看到 也真的挺像 那 我覺得他長大 會很英俊 問一下 Mu 和Edan 你們接下來五月會去馬來西亞的演出 第二次海外演出會不會很緊張 會 因為 去一個 從未去過的舞台 對我自己來說一定是超級緊張 很多擔憂 但是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來的 因為 可以見到那邊的Fans 他們 現在已經不斷在Instagram留言 說 好開心 終於來我們這裏 那 那 好好的機會 亦都可以再 給多些 不認識的 不認識的 觀眾去 認識MIRROR 我們 所有事情 Edan準備好金像獎的前面 準備好嗎 準備好嗎 應該選了 但是未試 是 不是 Edan 不是 是 對不起 又要打打 說得不清楚 我自己說得不太好 可能大家不會 我不是否認unfollow 我是有這個舉動的 但是那個原因 就是因為 我是演唱會 當日的前幾天 先follow他 因為 知道 接下來幾天 跟對方合作 但是知道不用 之後 unfollow了 但是其實 大家都會覺得 會不會是很小器 還是怎樣 但是我自己就 我自己知道 我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原因 也是因為我知道 不用跟對方合作 網絡上的小舉動 就不代表我 現實上 我尊不尊敬 尊不尊重對方 我是100%尊重 尊敬對方 譬如 大家又會說 你都沒有跟John Mayer 那些合作過 你又follow別人 那 John Mayer是我 打從自己 學結他開始 我就是學他的歌 就是一個 從小到大的偶像 我follow他 那時候我都未入行 就是一幾年的事 還有我覺得 最主要是 社交媒體 是一些 你follow你想看的 一些動態 或者怎樣 跟現實上 你是否真的 按了follow 就是尊敬對方 不尊敬 就是不尊敬 我覺得又不成掛勾 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我想問一下 議員導軒 那件事 就是兩位 沒有那麼關心 你知不知道 當時是 在日本還在拍攝 所以 實在太緊密了 拍攝的行程 所以都沒有 特意再去問他 但是 他應該是OK的 他都很專注 在拍攝當中 好 問問 已經回應了 你就說 你和Edan炒CP Edan回應了 你有沒有什麼 反應 啊 回應什麼 即是 即是 Statement 他們說我什麼 還是什麼 說我們炒CP 我要回應 我要回應 炒米粉 炒麵 炒麵 這樣 如果認識大家 就開心了 是啊 都是 take it easy 是啊 don't take it seriously 其實 其實我覺得 演藝行業 我們每一個人都好 MIRROR 我們每一個成員 其實我們在社交媒體上的東西 其實都是一個娛樂 就是 最重要是大家開心 所以 如果我們 post了一件事 或者我們說了一件事 原來會令大家不開心 我自己 我為我自己說 我是會 因為這樣而感到內疚 所以 所以 經常都標榜 我想post一些東西出來 是有正能量 我想大家 上完工 放完學 很辛苦 過來開我Instagram 會帶回一點點歡樂 給大家 所以 嗯 嗯 對 那麼大家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